Hello 大家好 我剪了頭髮 大家覺得怎樣 我現在就在倫敦 所以背景和 全部都不同 不過我今天就想分享一下 我去旅行帶了什麼化妝品 因為我這次來 都來兩個星期 所以帶的化妝品都比較多 所以不好意思 這段片都會比較長 希望你不要介意 我首先說 我每天拿出外的化妝品 這個化妝品都會拿上機 我今天就是 通常這些都是 原封不動 第一樣是Soup & Glory Hand Food Hand Cream 因為它比較細枝 但都很潤和很香 我就有這枝 然後潤唇膏 我就有Dior Creme de Rose 因為都快用完了 我就想快點用完 就帶了這個 然後我就有一件很重要的東西 這個就是消毒的Gel 這個就是Bath & Body Works Dancing Waters 因為它比較新鮮 所以不會很強 所以我都會帶這個去旅行 化妝品 我帶的化妝品 就是Chanel Gale Beige 之前都說過 其實我這裡很多產品 你們 其實我帶來旅行的產品 你們全部都應該是 聽過我講過無限次的 不過是因為是我的最愛的產品 所以你當然就會帶過來 所以我就有Chanel Gale Beige 另外我就有我Chanel的掃 因為我不是很喜歡這個裡面的掃 所以我就帶了這個 另外就是寄倉行… 是不是寄倉行李? Check in 另外寄倉行李裡面 我帶了兩個化妝品 一個是中尺寸 一個是大一點的尺寸 因為我實在帶了太多化妝品 首先就說這個袋裡面 其實我已經全部抽出來 所以它裡面是刺的 不過我這個袋裡面就是 放了一些粉底 或者比較大型的 就是尺寸比較大的化妝品 首先就說眼影 眼影我都盡量帶少一點 所以我只帶了兩個palette 這裡很多景車 我帶了兩個palette 一個是Naked 3 因為我最近都很喜歡用 而且最近比較喜歡一些比較… 不停說比較 最近很喜歡一些比較軟的 所以我就帶了這個 另外我帶了我的Z Palette 裡面就是我全部的MAC的眼影 我看到它都很優雅 很多不同的顏色 所以我就帶了它來了 粉底方面我帶了兩支過來 第一個就是我最喜歡的Dior Skin Nude Skin Glowing Makeup Foundation 因為它是有SPF的 對啦 它有SPF 還有它也有給到一個很漂亮的光澤感的妝容 但又不用塗很多才可以遮蓋到東西 所以我覺得它的遮蓋很好 而且拍照會拍得很漂亮 所以我就帶了這一支 因為這個是我的安全選擇 然後我就帶了一支3CE Honey Face Chiffon Fluid 這個是新買的 是我上機前兩天才買的 我打算過來拍一個測試一天的影片 所以我就帶了來試 我今天也有塗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我 我覺得暫時來說都不錯 另外我也帶了一個粉底 因為Chanel Beige 它控油方面我覺得不太好 因為我怕3CE會太油 所以我就帶了Dior Skin Nude的粉底 我覺得它控油控得不錯 而且會... 嗯... 這個完結也很漂亮 所以拍片通常都會用它 我帶了兩支 一個就是3CE 其實兩支都是3CE 一個就是3CE的Full Cover Concealer 因為我已經快要用完了 在買3CE的Foundation 同一天我就買了這個Waterful Concealer 這麼骯髒的 Waterful Concealer 這個是上次Pumpkin Jen來我家 她就試了在我的眼裡 然後我很喜歡 所以就馬上出去了買 那時候如果你有看Instagram 就是有一套的 這樣買的 所以我就帶了這個過來試 另外呢 For set黑眼圈的concealer 我就帶了我的Lore Mercier Secret Brightening Powder 因為沒了這個真的不行的 原本呢 我以為來到這裡 會很... 臉會很油 因為... 我男朋友騙我 她說這裡很熱 所以我就帶了這個面油紙 這個是我媽媽買完之後 她沒有用 我就拿來用 這個是Chanel 所以就帶了面油紙 Just in case 然後我另外一個Make-up Bag 也是Ted Baker的 剛剛那個也是Ted Baker的 我在ASOS買 但它已經沒有了這個 大的蝴蝶結的款 大家都可以去看看 我覺得它的質素很好 而且很容易清潔 那麼... 在這個袋裡 我就放了一些胭脂 墨膏 墨膏 筆形的化妝品 和唇膏 的 那bronzer和contour 我就帶了兩個 一個就是Cabin Aucoin的Sculpting Powder 那這個就是一個比較酷 和比較自然一點的顏色 那這個就比較適合拍片 還有... 就是日常出家用 另外就是帶了NARS的Laguna 因為這個就比較... 陽光一點 就是... 原本我真的... 原本這裡會很熱 然後可以去平靈 所以就帶了一個... 比較有健康膚色的一個... bronzer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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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帶了兩個產品 第一個就是... 我的Mac Modern Mandarine... Mac Modern Mandarine 因為這個實在是我太喜歡 太喜歡的一個燕紙 所以... 它是... 不能離開我的身邊的 那麼... 我就... 不知為何很蠢 就拿了這個... Sleek Blush Palette 它有三種顏色的 其實裡面也有一種橙色很像MAC Modern Mandarine 所以我不知為何自己帶了MAC Modern Mandarine 這個palette有三種顏色,我覺得都很優雅 而且有時候可以混合顏色來用 另外它很pigmented,所以我就帶了這個palette 眼部的產品也帶了不少東西 首先有我的Urban Decay Primer Potion用來打底 因為我沒有它是不行的 就算我眼睛不太油,它也能幫助眼影的顏色明顯 而且耐久一點 然後我帶了我的platinum fairy drops 因為都快用完,所以用完它 等它過期之前用完 我帶了四種不同的產品 第一個是我的3CE Creamy Waterproof Eyeliner 這是普通的Matte Black 因為在3CE的時候,幫我的朋友Suzi買過來 我自己又很想試,所以自己也買了 我暫時覺得都不錯,尤其是用來畫內眼線都不錯 然後我帶了一支啡色的畫下眼線 這個好像是Heroine Make的啡色眼線筆 其實我個人不是很喜歡用Pencil Liner去畫外眼線 所以都是照帶我的Mac Fluid Line 因為這個是我長期最愛的 然後去打亮眼睛,我帶了一支Etoothouse Blink Blink Eye Stick 我就帶了金色,因為比較大路 我自己沒有帶眼睫毛的眼線筆 我自己沒有帶眼睫毛的眼線筆 因為本來在網上購買了一個Kevin O'Kwan的 所以寄了過來我男朋友家 所以買了這個 我很喜歡這個Band,是紅色的 很漂亮 眉筆我也帶了兩支 一個就是Anastasia Brow Wiz 其實說真的,我不太明白為什麼每個人都這麼hype 因為我覺得是普普通通的 不過我覺得一般,不是每個人都說得那麼好 然後我就帶了這個Dolly Wink的淺色的眉筆 因為我染了頭髮的顏色,所以我就混合這兩支來用 很輕鬆,不用拿那麼重的東西 不知道要說什麼 那Primer,我就拿了我的Banilla Coat那一支 不過因為它的瓶也比較大 所以我就塗了一點,塗了進這些很小的盒子裡 就不用帶那麼多東西過來 然後就有指甲油 其實我知道我來了,一定會買Butter London和Essie的指甲油 所以我就只帶了一個過來 我就帶了Cute as a Button 因為它又是很容易配色,而且很... 白搭 對,很白搭 然後我就帶了我的Revlon的Liquid Quick Dry Top Coat 其實我一般的,不過我想快點用它 唇膏方面呢,我也帶了不少這個唇膏的產品 因為這樣我就可以... 令到自己不要再在這裡買唇膏 不過其實不太好 不過我就... 首先呢,就帶了我的... 最喜歡的Revlon的Matte Balm 這個顏色是Audacious 我真的很喜歡這個顏色的 不過我就嫌它真的會乾 很快會乾的,嘴唇 不過... 這顏色都很漂亮,而且看起來很精神 所以我就帶了 而且我覺得很方便,就是一枝納筆 拿出外來塗是特別方便的 所以我就帶了這一枝 然後我還帶了我的Mac Revishing 因為它是一個比較自然的橙色 我覺得是要帶的,這些顏色 要帶橙色,粉紅色,深粉紅色,深紅色,紅色,紫色 所以...我什麼顏色都帶來了 然後我就帶了YSL Rouge Pure 這個是我最新買的名牌唇膏 其實都幾久之前 都兩個禮拜之前 不過它的顏色真的超級漂亮 它是一個紫紫的粉紅色 所以我又帶了它過來 然後我就帶了兩枝Banilla Coal 一個就是一個... 比較Girly的淺粉紅色的顏色 然後我就帶了一個再深色一點的桃紅色來襯的 還有這兩枝Banilla Coal這個顏色 我覺得它的 formula也不錯 不會那麼快乾 而且很顯色 所以超喜歡 Brighty的橙色我都有帶來 都是Banilla Coal的Lip Crayon 這個叫做Coco Peach 不過塗了上嘴,其實它比較Nude 我覺得它跟Ravishing都很相似 所以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帶了這兩枝一起帶過來 不過這些也是很方便 紅唇就一定不少了 所以我就帶了我的Rimmel Cade Lipstick 這個是111號 它是一個... 都幾bright 幾鮮的一個tomato red color 那... 以防... 以防... 萬一... 以防... 萬一需要的話 我就帶了這個Mac的Lip Pencil 這個顏色就這樣叫做Red 因為通常有唇筆上了這個紅唇 我覺得是漂亮很多的 然後我就帶了我的 Etude House的Soft Touch Auto Lip Liner 它細細枝也不會用很多位 它是一個... 其實... 它看起來是一個棗紅色 不過塗了上嘴呢 它都是... 一個棗紅色 不是啊... 它... 它都是一個棗紅色 不過其實塗上嘴就沒有那麼深色的 所以它可以真的很白搭 你塗在底也可以 只塗它也可以 那這些就是我全部拿了過來英國的化妝品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又快又... 廢的... 的... 不過這個是一個requested的video 那所以... 希望你們喜歡啦 記得給一個thumbs up 還有... 我遲下都會上載一些在倫敦拍了的vlog 給大家看的 所以記得subscribe 留意一下啦 如果你想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的Instagram名字就是這裡啦 那我... 在倫敦周不時都會不斷拍照 大家可以看看我買了什麼 還有去哪裡 還有吃什麼 那所以快去follow我啦 我們下次見啦 拜拜